这个胡萝卜稍微有点大 我们把它稍微切小一点 然后接下来再把鸡胸肉也放进搅拌机里 整个待会儿烤完就是一个完整的鸡肉 蔬菜的狗狗的蛋糕培 我叫方唐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 第一份工作是在策展公司 上一份工作给我的压力有点大 觉得不是很适合自己 然后同时又了解到了重烹备这个行业 正好家里猫猫过生日就买了个蛋糕 然后正好我买蛋糕的那家 他在招人 我就想那要不我试试吧 最开始也不太同意他干这个 不希望亲戚们知道 上了这么多年的学 那么都觉得专职没有专用 有点浪费 仔细想想360行哪行都不容易 行行都能出状元 所以专心做下来的话 也不会去想那么多了 现在店铺10点钟开门 如果有订单的话 那我基本上8点半要过来现做 做这个的话要做得非常细才能做得好 所以整体上来说 耗费的体力和时间是要比之前更多的 收入上其实要比之前少的 跟上一份工作相比的话 我感觉认同感和价值感要更强 专心的认真的做出来的蛋糕也好 甜品也好 零食也好 家长拿到手里他一定是能看出来你的心血的 他会说拍个照片 我家狗狗很爱吃 特别感谢你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我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 就是我们 这是我们做蛋糕的所有食材 然后其实它里面和咱们人吃的蛋糕和披萨 还是不一样的 是不含一点面粉的 猫猫其实是肉食性动物 所以它的主食是肉 如果穀物吃的多的话 它就是骨骼和肌肉的发育就会不太好 然后有的家长就会调侃说猫猫吃的比我还好 今年年初的时候参与了一个猫猫的一个救助 它的那个眼球有一个没保住摘掉了 等猫猫身体好了出院了之后 然后给寄了点好吃的过去 希望就是给猫猫们庆祝一下 重新开始生活 然后猫猫也吃得很开心 然后我也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的职业技能确确实实帮到了猫小孩和家长 就是很有意义 有一小部分猫猫或者狗狗 它肠胃不好 鼠肋不能消化 有的是它可能肠胃它乳糖不耐 也连那个养奶它都没办法吃的这种 就针对这些的猫小孩 然后去做定制化的服务 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课题 接下来我们把单亲蛋黄混合好的肉糊 然后倒到模具里面 我们先倒一半 然后轻轻震动 再倒上下的一半 现在我们的蛋糕已经放进烤箱里了 然后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它就烤好了 它做的那个蛋糕 那个头像很伟妙伟小 老一辈的都是想了有个体面的工作 但是经过他们的努力 现在我们的思想上有很大的改观 只要是它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找到他生活的乐趣 我们很支持他 也看好他 情绪价值正在成为强势的消费热点 现在的家长他们其实很注重 毛小孩给自己或者给家庭提供的 生活价值和情绪价值 咱们国家养宠的家庭就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行业是发展很快的 目前基本上是达到预期了 一些基本的开支能覆盖 还能稍微的有一点点小赚 将来我希望可以再有一个愿意 跟我一起奋斗的合作伙伴 因为有的时候我一个人真的是 真的是顾不过来 真的是顾不过来 感谢观看 提供